1月10日以来,西安市已连续5天实现社会面病例零发生。 西安市现有高风险地区1个,中风险地区21个,分布在新城区、 碑林区、燕塔区、坝桥区、长安区、西贤新区、高新区等7个区。 社会面传播基本控制。 近5日发现的病例都来自于隔离点及闭环管理的工作人员。 部分地区已逐步解除管控,疫情整体进入扫尾阶段。 延安市1月13日零时,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。 咸阳市已经连续18天, 渭南市已经连续19天未出现新增病例,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。 总体看,全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, 但仍要重点加强对隔离点、隔离病区的管理, 以及对解除隔离境外归国、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闪反闪人员在社区活动的管理, 严防局部反弹和输入风险。